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昨天看到学长小林分享的本地部署ChatGPT的方法 实现不需账号,不需API密钥,自由与ChatGPT交谈 过程非常简单,所以我也花了两分钟部署了一下 想着订阅我的小伙伴们或许也有需要,但还没有得到消息的 那我也来分享一下了 过程就真的太简单 我们先来Gethop上看一眼这个开源项目FreeGPT One UI 介绍我就不带大家看了 拉到最下通过Docker完成本地环境搭建部署 一共只需要三步即可完成 先在电脑上安装Docker 打开www.docker.com 下载你的电脑对应的版本 我就下载这个Windows版本了 下载好后正常安装 不过在安装过程中我这里出了点小问题 弹出这个升级提示 可能也会有小伙伴遇到同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也很简单 打开CMD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输入WSLupdate回车 把它升级一下就好了 会这样显示 升级好后重启电脑 再次打开Docker就可以了 这时回到CMD 输入第一行指令 Docker Polar Monk FreeGPT One UI回车 它很快就会下载好 会看到Docker Images里面出现项目名字 我们再回到CMD 输入第二条指令 Docker Run T1338-1338 Rayman 斜杠FreeTweb回车 这时Docker Containers里面会出现这两行 就成功了 点击这个localhost的地址就可以与ChatGPT交谈了 默认是GPT4 可以切换为GPT3.5及其他 使用限制目前还没发现 小瑞之前讨厌GPT4的方法现在依然适用 问他鲁迅和周树人的关系 他确实是GPT4没错的 GPT3.5的回答仍然是错的 不过GPT3.56K居然可以正确回答 使用体验呢 他们生成答案的速度较慢 不是说很慢 但和官网比是要慢一点的 如果你需要随时使用的话 需要开着Docker 让他一直保持在Ramming的状态 不在使用时可以点击界面上的停止按钮 也可以使用命令 Docker Stop Container ID 那这个GPT3.5 以及GPT4在能力上和官网的版本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有多大区别 他又是否可以稳定 一直使用下去 我还不清楚 用用再说了 毕竟安装简单又免费 当然他装不了插件 自带的这个Web Access插件也好像并不好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